一家三口在北京生活 一个月收入两万八算不算少 我主业是做销售的 这个月工资到手是六千八百九十八块钱 虽然没有社保 但是时间比较自由 副业是拍短视频 我老公是公司一普通职员 加一起一共差不多两万八 像我们这种北漂没有背景 又没啥学历的普通人来说 这个收入已经很满足了 但是我很清楚 在北京像我们这种租房还贷的家庭 现在这收入也就刚刚够维持开销的 要想尽快把贷款和外债还上 还差得很远 所以我们一刻都不敢停歇 还得更加努力搬砖 早日实现第一个目标 还清一百五十万外债 今天周末 把家里仅有的三盆吊篮修理一下 撒点营养肥 不知为什么 我特别不会养这些花花草草 连最好养的吊篮都养不好 瞧着叶子黄的 也不知是缺水还是水浇的太多了 以前一个人在北京没房没车 每个月收入虽然不是很高 但省着点花还能存一些钱 现在从一个人变成了一家三口 虽然是两个人赚钱 有房有车 但同时也多了房租房贷 养车养孩子 赡养老人的种种压力和开销 慢慢的我明白了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 现在虽然每天下班后 拍视频剪辑很辛苦 但忙碌的同时也很充实 今年我42岁 我老公43岁 北漂了23年 人生已过大半 没啥成就 但我们走的每一步 都是靠自己一步步努力过来的 今天焦先生不在家 我简单炒了个圆白菜 下了点面条 儿子还没起来呢 好不容易周末 让他多睡会儿吧 加油吧 北漂打工人